演唱 《佛法》 喂 女人 女人 过了二十五 甚麼都在走下坡路 你不是剛剛靠近紅線嗎 不是說好了 要做一輩子的傲娇女王嗎 我呀 現在已經傲娇不起來了 怎麼?工作不順利嗎? 是 我現在知道我只會做兩件事 這也不會,那也不會 別忘了 你是名牌大學,新聞系畢業的 我記得你每天都會拿獎學金 我認為你之前的工作不做也罷了 反正也不太適合你 你會好起來 待會 你怎麼回事? 疼痛 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最近患了疼痛 我告訴你,你必須好好休息 按時吃飯,按時睡覺 我知道 好,時間不早了,你也早點睡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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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NU 其实我知道 以前的信都是爸爸写的 现在我妈妈真的从美国给我来信了 飞飞姐姐 你能帮我读一下信吗 杨阳 这信是谁给你的呀 这封信是我学校老师给我的 飞飞姐姐可千万不要告诉爸爸 为什么呢 我不想让他生气 飞飞姐姐你能帮我读一下信吗 杨阳来 这边啊 这边坐 亲爱的儿子 我的杨阳 你还好吗 妈妈好想你 我知道你一定也很想妈妈 一定怪妈妈这么久不来看你 一定怪妈妈不能在你难过的时候保护你 不能在你睡觉的时候揽着你 亲爱的宝贝 一想到这些妈妈就忍不住的难过 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错过了你太多太多的成长 可是无论怎么样 你要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妈妈永远爱你 妈妈最爱的人是你 不在家的时候 你的学习也必须要努力用心 来了 桃梁 桃梁 你最棒 门票会不会让你特戴一点呢 如果你没有了梦想 那我爱你不去 可是如果你只少一个模特儿 也就很帮你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真的要找的 并不是一个模特儿 而是你自己的内心 好香啊 早安 早啊 快点去洗手吧 吃早饭了 回来 我在做梦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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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哎 哎 怎么样 好好吃哦 这么好吃的东西 你怎么不早点做 每天都是包子鸡蛋小米粥的 其实呢 我也好久没做早餐了 有没有退步 没退步 这完全呢 就是高级西餐厅大厨的水准 大发家 我对你令爷相看哦 谢谢啊 你要喜欢吃的话 我以后可以经常地做 很简单 真的吗 那每天做啊 也不一定啊 好吃 好吃 我给你讲个事 你不要笑我 从小到大呢 我就有一个梦想 就是在意大利的海边 开一个精致的餐厅 里面的菜呢 就像这一样好吃 每天呢 就坐在海边 吹着海风 吃着美味的食物 呼吸着海风吹来爱情的味道 我的梦想好像很不切实际 根本不可能会实现 不一定 你人还是要有梦想的 万一实现了呢 如果真的有一天 你开了这家餐厅的话 我就去给你做厨师 真的 说好了 你说意大利的海真的这么美吗 海水真的是蔚蓝色的吗 我都只有在电影里面才看到 地中海的海水 蓝的就像欧洲美女的痛苦 永远洋溢着淡蓝色的清澈 还有和平 这么美丽的地方 好像死在那儿都没有遗憾了 别说这么丧气的话 在意大利地中海的海边开一家 戏餐厅是个不错的主意 清闲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吹吹海风 在海边画一下日出日落好像也不错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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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想象的 一点都不实际 还是吃饭吧 你说得对 从小我们听了那么多道理 却依然过得不是很好的一生 因为人心真的不是跟着道理走的 对我前一段感情 我说我放下了 其实我只是麻醉自己 我想从今天开始 试着去放下 那就恭喜你咯 谢谢 感谢你 你有话要说吗 算了 没事 没事 吃饭 吃饭 你这个人可以干脆一点吗 有话就直接说啊 你还没有找到工作吧 找工作哪有那么容易啊 还在找 既然你没有找到工作 那你现在有空吧 那你可以给我做模特吗 算了 算了 我知道很勉强 我就随意讲的 没事 没事 可以啊 谢谢 谢谢 先别急着谢我 你以为这顿饭就可以打罢我吗 一马归一马 我呢 一天两百块 不还价 你也知道 我就是个白金女吧 好 没问题 一天两百 成交 一言为定 好 没问题 来 怎么样啊 那 看这边不要动 刚刚好 刚好 这边不要动 看 看上面 不要动啊 这样 对 看上面 好 这边 这样 不要动 这样 好 看这边 对 放手中 来 来 来 怎么回事 我带妈去看的私底电影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我妈有高血压 受不了刺激的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我哪知道妈有高血压呀 就像她没看过 我就带她们去看了 不知道 那你不会先跟我讨论去哪里吗 我也不想这样啊 妈现在怎么样了 她到底 郭瑞 妈 妈 你怎么出来了 没事 没事 我挺好的 别再怪小徐了 他怎么会知道 我的身体情况啊 对不起 妈 今天是我的错 没把你们照顾好了 小徐啊 这不能怪你 你也是一片好心 你看 我现在没事了 挺好的 好了 小徐啊 今天这事真的不怪你 他这个高血压好多年了 你看 你今天 带我们逛了一整天 还买了这么多东西 这往前往后的 够累的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没事 去吧 那爸妈也早点休息 嗯 嗯 来 来 来 什么事儿 说吧 先把门关上 我快没这个必要了吧 咱们俩之间的谈话 已涉及不到公司的机密 就这样吧 打开天窗 说两话 你还要去 周主理 还生气呢 要你管 我是你上司 关心下属 这样更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毛苦好在自备 昨天晚上的事情 考虑得怎么样了 狐狸委呗露出来了吧 我太了解董事长了 他如果说了要见你妈 那是早晚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承诺 我们俩可以共同承担后果 不行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其他的事情 咱们俩都可以商量 但是这件事情 绝对不行 你好好想想 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 说不定是双赢了 说不定双方父母 再见面之后 不然互相讨厌 我们的关系就明正言顺地结束了 主编啊主编 以前呢 我只是单纯地觉得 你是渣男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今天还这么的不要脸啊 你说吧 你想要什么条件 现在看来不要脸 都是抬举你了 你这人怎么油烟不进呢 这就是我呀 我就这样 我看你是想写约了 把钱还我 没有 没有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临时恋爱和约理已经说过了 是我个人配合你 没有写谜 我妈妈也要配合你啊 如果你想解约 我当然愿意了 因为这是你单方面解约 我没有赔偿义务的 你 我什么我 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 那我出去工作了 主编再见 喂 小叶 是 您哪位 我哪位啊 我是周然的妈妈呀 是阿姨啊 你在干吗呢 实在不好意思啊 刚刚女员工太不听话了 所以我刚教育了她一下 没想到您给我来电话了 别生气 管理一个公司确实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跟你说 奖赏分明就行 你自己绝对不能生气 对对对 阿姨说得对 所以我刚才就狠狠教育她了 对了阿姨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找你聊聊天 你有时间吗 什么时候啊 阿姨什么时候都有空 我现在是看你的时间 要不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有空 正好我也想吃您做的菜了 真的 不 小叶 这是你说的啊 今天晚上 我现在就去买菜了啊 那那个晚上见 好 你怎么在这儿 今天忽然很想吃阿姨做的菜 谁让你来的 我 妈 干吗 小叶是我请来的贵客 你看 小叶给我买的 好不好看啊 这件衣服 小叶啊 阿姨真的好喜欢这件衣服啊 阿姨啊 我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适合您 所以就买了 那个特别贵吧 阿姨你别客气 喜欢就好 没多少钱 阿姨真的 真是太好了 你干什么呀你站那儿 你下班回家不洗手吗 赶紧进去洗 快去快去 你 你也去 你也去洗 把手洗洗啊 好了好了 我来弄我来弄 阿姨您慢慢弄啊 好好好 好的好的 对 有没有一种 人身合出不相红的感觉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你早就想好了算计我是吗 你怎么这么想我呀 我在你心里是这么不堪啊 你要我买衣服就要送给我妈 你不是在算计我这是什么 拜托 是你妈要给我打电话的 我妈怎么会有你的电话 那就问她喽 我警告你 别跟我耍花丑 你们俩干什么呢 赶紧出来吃饭了 阿姨 来了 阿姨 我来帮您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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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坐 你赶紧坐 干什么呢你 坐坐坐 小叶 坐 小叶 你先尝尝我做的菜 你看看阿姨做的菜 合不合你胃口啊 特别好 阿姨做的菜看着有食欲 色香味俱全 马屁肌 你干什么呢 你怎么说话呢 好就是好嘛 再说你不能 跟小叶这么说话 人家是你上司 小叶 来来来 吃鸡腿 谢谢阿姨 妈 你怎么给我夹 好 给你 夹 你真是个大小孩 不是 你明明知道 我也喜欢吃鸡腿啊 不是 今天怎么还像个孩子一样呢 这个人 不是晚上嘛 我做了半只 那半只鸡不就是一条腿吗 明天 明天我给你做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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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耍小孩子脾气 来来来 碰一下 碰一下 我们一起碰一下 欢迎小叶 来碰杯 来 碰一下 小叶啊 吃菜啊 你和那个 我们家周人 处了多长时间了 是不是又两个多月了 对 两个月零两天 加上今天的话 是两个月零三天 你说你这孩子 不是 你怎么记得那么仔细啊 对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 对这段感情看得特别重 对不对 那当然了 我珍惜我们在一起的 每一天 不是 你们那个两个人 出了 也时间不短了 两个人又这么好 那有没有把这个 婚姻大事 提到这身上啊 不是 妈 你瞎说什么呢 什么婚姻大事 提什么日程啊 我把婚姻大事 提到日程上来 我怎么就要瞎说呢 那什么意思啊 那按你说的话 就一直拖下去啊 不是 我这么一直耗着怎么了 我现在也不是不挣钱 是不是 我又没有白吃你的饭啊 你看你 你都吃了我二十多年 你说这孩子 不是 我吃了你二十多年的饭 也是你自愿给我做的 是不是 还有 现在是我结婚 不是你结婚 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 不是 我妈是不是想结婚呢 我妈想结婚 我支持啊 你结婚的时候 我给你当伴娘 你有点没大没小啊 你说话啊 阿姨别生气 出完那不懂事 你别跟他说解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赶紧吃 吃完回家 你干什么这么说话啊 你 你要那个的话 你 你走 这家是我的 对不对 我 我凭什么走啊 这是我家 谢谢阿姨 我 我听听你的 你是怎么想的 阿姨啊 我在跟他 谈正经事情 是大事情 我希望你不要捣乱 要再捣乱 我请你出去 你给我好好说 不理他 说 阿姨啊 我跟周然的事情吧 其实我妈昨天 想要见见来着 但是我觉得有些唐突 所以就没好意思跟你提 你看你这个孩子 做事情真的是 不仅懂事 你也还周到 妈 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 我觉得有这个功夫 你在家打两圈 麻将挺好的 你不开口行吗 小燕 你说 你说 阿姨啊 其实 我有个事能不能跟你说 说 你说 你跟阿姨说 我跟周然算是自由恋爱 可是我妈这个人吧 挺不当人喜欢的 喜欢看家事 不过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周然受气的 毕竟我们两个人的恋爱 是我们自己的事嘛 你妈 怎么看 我 我我觉得不重要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 你对我们家周然好 阿姨就放心 这个肯定 那你说 你希望阿姨做什么 你希望阿姨怎么做 我跟我妈说 阿姨手里掌管这三家公司 三家公司啊 这 其实也不是瞎说的 您看啊 阿姨您之前是做足疗鞋的 所以我跟我妈说 阿姨手里有一家 医疗器械公司 这 这 这有可能的 您看这第二家 阿姨不是喜欢着股吗 所以我就说 阿姨手里还有一家 投资咨询管理公司 可以啊 这 这也对的 这第三家 可能有些唐突了 我说 周然的爸爸是大学教授 您手里还有一家 教育投资咨询 不 我觉着啊 也是有根据的 不是 妈 能不能不要说 你胖你就喘啊 咱们家跟教育 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一般 管老师叫什么 叫什么 园丁 对不对啊 你爸爸你自己想想 我跟你说 周然爸爸活着的时候 那个 专门送送花呀给人 他也喜欢修剪 修剪草坪啊 那 那不就是园丁吗 那叫什么 是不是叫园丁啊 你说 这个关系不就连上了吗 完全能够连得上的呀 妈 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我怎么就不 我觉得阿姨说得对 你说是不是 你住嘴 你干什么呀你啊 我什么我干什么 我不允许你去啊 不是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 我不明白啊 不是妈 现在是我结婚 还是你结婚啊 你你接不结婚 我都得去啊 凭什么 凭我是你妈呀 不是 那行 凭你是我妈 那你帮我结婚去吧 是你就不讲道理了 什么叫帮你结婚啊 我现在是帮你去见他妈嘛 妈 你听我说 什么仇业 根本就是 完全是一回事嘛 你这不讲道理 这是绑架 这是道德绑架嘛 妈妈说得对 要听妈妈的话 小燕你说得对 听妈妈的话 听见了没有 来 小燕 来 还生气呢 生气有什么用啊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就像是一场 虚无缥缈的梦 我们两个在这个梦里 就好了 现在他们都卷进来了 可是从我们关系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在这场梦里 但是这场梦 总有一天会醒过来的 醒来之后 让他们怎么面对 你也别那么悲观 总会有好事情发生的 但愿吧 你为什么不喜欢花啊 因为我爸 因为我爸 其实我爸 是一个很优秀的设计师 后来 他想要我跟我妈 过更好的生活 就辞去了做服装的工作 赶上每天晚上在家 给客人做衣服 白天又兼职 找了一份给人送花的工作 或者是一份由 帮助担针 我再也没有回来 所以 你是因为你爸才讨厌花的 但也是因为我爸 才喜欢上时尚 我以前 家里很穷 我妈到过年 都不会给我买一套新衣服 在学校里 小朋友们都嘲笑我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跑回家里抱着爸爸哭 我爸爸就用客人剩下的布料 给我做了各种各样的碰碰群 我穿着那些碰碰群去上学 发现同学对我的眼光 就从嘲笑变成了羡慕 就在那一刻 我觉得我的爸爸 就像是一个魔法师 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我想 我就是因为那些碰碰群 才对史上 有了一个很大的憧憬 你爸爸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一定会感到骄傲的 我希望 我是一个能够让她骄傲的女儿 肯定的 妳说你哪 actors 我摸在哪里 我来说吗 也不知道你看些什么 有什么好看的呀 你懂什么呀 只有读书看报纸 才能 了解资讯 知晓世界大事 社会才能进步啊 你呀 快行了吧 什么世界大事小事的 还轮着找你去关心啊 竟说是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什么事 你说点正事 通过今天这么一天接触下来 我觉得小徐这个闺女 其实还是挺善良的 你说呢 小徐这孩子吧 心眼不错 那个心地也善良 戴人也热情 但是对于一桩婚姻来说 这个光有善良 热情 是远远不够的呀 小徐从小啊 那就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 跟咱们家郭瑞这个环境比起来 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他们的生活方式 完全不同 看问题的角度 它也不一样 只要是真生活在一起啊 会有很多问题啊 这件事郭瑞自己选择的 这件事郭瑞自己选择的 我觉得咱们俩也就随了他了 那 都到了谈会论嫁的时候了 那只能这样吗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啊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来 帮我把衣服拿回去 快点 这让郭瑞他已经认定了 咱们俩啊 也别再拧包了 啊 郭瑞 不行 是不是今天如果妈妈 出了什么事 所有的错都会算在我身上 怎么会 当然不会怪你了 今天是我一时太情急 所以我就说话比较急 我知道 你也是为了他们好的 我已经很努力了 可我是为什么 还是会弄砸这些呢 你不要这么说嘛 我明白你的心意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我做得不够好 是不是经过这件事 爸爸妈妈就更不喜欢我了 当然不会了 你帮他们买了那么多东西 他们开心死了 不过 我看你帮他们买的那么多衣服 都是明白 他们是从乡下来的 不知道程慎的生活水平 平常要那么节洁 他们怎么会同意 你买那么贵的衣服给他们 他们看了那个 标签之后 当然不同意买了 是我让导哥骗他们说 全场打一折才同意买的 真的啊 老婆 你太用心了吧 好了 别生气了 因为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 他们开心了你就会开心嘛 所以我想让你开心啊 小宝贝们 你们不要怪我啊 小宝贝们 收到我要了 你確定嗎 這個包的圖案 是後期自己畫上去的 戰路圖案你還有嗎 只有這一個 太遺憾了 不過今天能看到這個包 我已經很高興了 我拍下了 好的 親 不是吧 這樣也可以 這款包還有沒有 只有一款已經賣掉了 這樣圖案的包還有嗎 沒想到 這款包的圖案 這麼受懷疑 這我要是讓大畫家 把這些包都畫上這些 奇形怪狀的圖案 那豈不是我就發了 幫我在這些包上都畫上畫吧 你不會是腦子發燒了吧 我在網上賣這些包 幾乎所有人都要買你畫了畫的那個包 我不會讓你白幹的 我付你錢 二八分賬怎麼樣 不是錢的問題 原則的問題 那就三七分賬 就把他當作是行為藝術 可以的可以的 幫我畫吧 拜託 好 我試試 謝謝 謝謝大畫家 嗯 爸爸 这个包我要了 你拍 尽快发货哦 谢谢 成功 卓作一块 来 这个呢 是你的 其实 你不用这么客气 我 说好的三七分成哦 你赶快去给延安交学费吧 但是 那些包本来就是你的 我在收我的钱 大话家 你可不可以 不要这么啰嗦 这些包现在卖出去的价钱 是二手店给我的好几倍 所以这些钱呢 是你应得的 你想想看啊 你把画画在我的包上 让那些包本来卖不出去 一下子就卖出去了 这就表示 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 懂得欣赏你的画的 所以呢 不要再轻易放弃啦 谢谢 渣男 明明知道我不喜欢你 你还故意送画给我 周然 我很小的时候 也失去了自己的爸爸 我知道那种在小小年纪里 就失去父亲的惶恐和不安 我知道那种经年累月的失落和无助 可是我们毕竟都长大了 我们终究要走过内心的那片泥沼 我想 现在你爸爸应该会为你骄傲 因为你始终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追逐着自己始至不渝的理想 你说你的爸爸有一双魔术式的手 这双手可以画腹朽为神情 用一块一块的碎布料 为你做出人人艳羡的蓬蓬群 但是 从那个时候起 你想要把美好的一切带给这个世界 你知道吗 你真的有一个伟大的爸爸 他带给世界的 都是美好的东西 不管是你的裙子 还是他为别人送的画 所以 你不应该因为爸爸的去世而讨厌画 你应该想到的是 就是 直至你爸爸生命的最后一刻 留给世界的 都是美好的 你别多想啊 不要因为脑子进水 就阻关天下雨 你脑子才进水了呢 你脑子才进水了呢 你别多想啊 你别多想啊 我怎么会啊 你别多想到这些小学生 你很想过他们 这个不朽子 你都不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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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